高志贤不敢怠慢,道 皇上久在宫中,不知这魁姓楼从去年开始,便在每月十五之后招待女客。 东方明珠能够入内,便不奇怪。 事发当晚,长孙患醉酒,说了不少醉话。 据陪酒的那个姑娘回忆,她晚上之所以没有留宿,先行离去,便是因为看见了从窗边经过的东方明珠才追出去的。 而在尸体身上,也找到了她写给东方明珠的书信,两人之间似有私情。 哼,好不容易等她讲完,李世民的脸色已经是难看至极了。 她冷哼了一声,道 私情,你是说朕的魏王,秦玄的侧妃,同朕的爱情嫡子之间有私情。 接下来你还要告诉朕什么? 是不是东方明珠怕私情败露,才会一时失手将人杀害啊? 高志贤神情有些尴尬,但稍息之后,还是垂头实话道。 皇上,一辰一指现况推论,该是如此。 行了。 李世民面露不耐。 说下一个,不是还有一个嫌犯吗? 回皇上的话。 高志贤道。 另一个嫌犯是怀国公府的大公子,卢智。 李世民的眼中飞快地抹过了一抹诧异,快地让对面的高志贤根本就来不及亏的。 卢智嘛,朕对他有些印象,是个直书达理的学生。 怎么,踏通这案子也有牵连? 高志贤答道。 皇上,在魁星楼的下人,曾在案发当晚,见过卢智和长孙焕在三楼的楼梯角处发声口角。 时间亦是在虚实左右,距那陪酒的姑娘和那木鸡的下人口供,趁退短,长孙焕是在见到东方明珠之后跟出去,然后在楼梯角遇上了卢智,两人不知为何争执起来。 这里便是案件的癥结所在,没人看到长孙焕到底是同谁一起去了三楼的雅间。 东方明珠和卢智便都有怀疑,只是目前看来东方明珠的嫌疑要大些,因为卢智并没有什么杀人的动机,就是生了几句口角,也不至于害人性命。 李世民皱着眉头思索了一阵,道,"上午你审过这两个人,他们都是怎么说的?" 高智贤的脸上露出了些难色,迟疑之后方道,"两人都承认前往去过奎兴楼,也都承认见过长孙焕,不过却都矢口否认曾经同长孙焕在雅间里待过, 臣将他们暂扣在了刑部大牢,准备进一步搜寻线索,择日再审。 皇上放心,臣一定会尽快将此案查清。 就先管着吧。 李世民有些心烦地摆摆手,道。 刘老年前去世,请出人刑部尚书一职,不要负了朕的希望,下去吧,等着案情有了进展,再进宫来报。 是,臣告退。 高志贤行了大礼之后,便退了出去,留下这皇帝一人在偌大的暖居内,外头的工人熟悉主子脾性,都不禁来打扰。 过了好一阵子,室内方才响起了一声沉音。 叫楚不留进宫来,真有事儿问他。 刑部大牢 既是牢房,不论是偏远县城的,还是长安京城的,都不会给你布置的舒舒服服的。 阴冷潮湿的空气,古怪的味道,还有阴森的氛围。 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都能听见的老鼠叫声,以及墙角地面上隐约可见的血迹。 这么大的长安城,人口百万,这刑部大牢里每天都有人进出,且都是所涉案情严重的犯人,不论是已经定罪的,还是正在调查中的疑犯。 既然是牢房,便不会少了刑具。 刑部的狱族都是些整日通死人和凶徒打交道的人,见惯了鲜血和白骨,自有狠劲在身,多是不怕死的。 连死的不怕,更不会怕人出去报复了。 但凡是进来这里头,又没得过特殊关照的犯人,少有逃过他们私刑的。 看得出来伤口的,看不出来伤口的,他们有的是办法骑上瞒下,折磨犯人。 通过这种手段来敛财,来舒缓常年待在狱中的压抑,来谋得一个逼刑之后突破重大案情,加官禁决,脱离这里的机会。 在这构造曲折的大牢其中一处牢房里,相邻的两间,观着今日才被押进来的两名遗犯,一男一女。 卢志闭着眼睛,靠墙坐在散着腐臭味道的草堆上,身上的雪青色长服染上了一层灰尘。 清秀的面容上也有几块脏污,除了那皱起的眉头,找不到什么惊慌之色。 哪怕远处正缓缓靠近的锁链声和脚步声,引得四周的犯人一阵惶恐。 来了来了,他们来了,今天不知是哪个人要倒霉啊? 左侧牢房里,一名披头散发像是疯子的男人,抱着膝盖,蜷缩在墙角。 正是深冬,他身上却只有两件单衣,乌黑的不漏不思。 被关在卢智右侧牢房的东方明珠,察觉众犯人的异常之后, 绷着脸朝卢智那边挪过去坐下,笑声道, 喂,喂,卢智,你知道这是怎么了吗? 听见这带着些惬意的脆脆声音, 卢智掀起眼睛,侧头借着幽暗的灯光, 看着相隔一蓝的秀丽少女,勾勾唇角,道, 哼,地上有灰尘,你最好往脸上抹些, 还有头上戴的金簪,也取下吧。 东方明珠没大明白他的意思, 愣了愣神却道, 你怎么这个时候还笑得出来? 卢智又闭上了眼睛,没再搭理他, 任由他在那头小声地叫唤, 此时,脚步声已尽,附近的牢房突然一静, 便得了几声音啸,一道粗重的嗓音响起。 嘿嘿,瞧,今儿兄弟们是有福气啊, 没想上面主妇要咱们关照的还是个女犯, 哼哼,小柱子,去把门开开, 今晚咱们好好过个瘾, 不过,你们都悠着点啊, 可别把他弄出毛病来, 指不定人出去后还要嫁人呢。 哈哈哈哈。 东方明珠听见他们的吟笑声, 就是再傻也明白什么意思了, 眼见着一名狱卒开门走了进来, 顿时吓得脸色苍白, 强忍住恐惧, 紧紧抱住一旁的牢笼柱子, 口中喊道, 你们别过来,我没有杀人, 若是你们敢对我做什么, 等我出去后, 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哈哈哈哈哈哈。 又是一阵大笑, 刚才那说话的男人, 舔了舔有些破皮的嘴唇, 道, 你这么说, 老子今晚还真就要好好玩玩你, 嘿嘿, 不然岂不是亏了? 小柱子, 把他头上的金簪拔下来, 别等下弄丢了。 说吧, 他又扭头对卢制道, 算你小子今晚走运, 嘿嘿嘿。 别过来, 走开, 别碰我。 饶是他平日古灵精怪, 贵族亦多, 但到了这个时候, 遇上这群蛮横的狱卒, 却只能吓得哽咽出声, 死死抱住劳篮, 用脚踹着走近的人。 别叫了, 省省力气吧, 今晚老子有的是时间让你交换, 哼哼。 东方明珠力气怎敌得过大男人, 两下便被从牢笼上扒了下来, 拖着往外走。 哭声中, 余光见着隔壁静坐的卢制, 脑子一空, 突然便喊道, 卢制, 卢制, 你救救我, 我知道你最聪明了, 你快救救我。 闭目养神的卢制气息平缓, 对响彻牢笼的喊叫充耳不闻, 直到对方失声大吼道, 我是你妹妹的朋友, 我和小玉是朋友, 你快想办法救我, 不然他不会原谅你的。 原来平缓的气息一顿, 卢制轻出了一口气, 睁开眼睛来, 看着牢笼外头几名凶神恶煞的狱卒, 道, 如果我是你们, 就不会去动为王爷为过门的妃子。 这句话仿佛带着魔种, 刚才还天不怕地不怕的狱卒 头领吟笑僵硬在唇边, 神色不定的目光, 来回在卢制和挣扎的东方明珠间游移之后道, 好了, 这女人叽叽喳喳的, 真叫人倒胃口, 老子今晚对着她, 怕是应不起来了, 小柱子, 把她丢进去关好。 这头领显然很有威信, 虽其他几人面有不同, 但却没有出声反对的, 于是, 东方明珠侥幸地平安逃过了一劫, 一被放开, 便像只受惊的兔子一样, 锁回了墙角的干草堕里。 大哥, 这男的怎么办? 是啊, 大哥, 兄弟们好一阵子没开婚了, 看着这么个小美人不能动, 真是有火呀。 哎, 大哥, 你瞧这男的, 白皮柔嫩的, 仔细一瞧, 比女人还好看呢, 不如。 那头领斜眼打亮着幽暗的牢房中, 卢智隐约露出的清秀面旁, 错了错手, 斜笑了一声, 随即大手一挥, 便有两名狱卒猴急地上前去开锁。 卢智仿若未闻, 低头捏了捏腰间精致的河囊, 脸上露出一抹无奈的苦笑, 让人难懂。 傍晚, 国公府的前厅里, 一遇坐立不安地等待着消息, 赵氏低头喝着茶, 卢淑晴在他身边捧着书看, 豆豉捏着帕子皱眉道, 都这会儿了人怎么还不回来, 午饭都没吃呢, 倒叫人饿死不成。 今天是两房分家的日子, 白天正看顾下人搬东西, 却被突然来到的遗欲给打断了, 这事便耽搁了下来, 豆豉的心情不好, 说出来的话自然呛口。 遗欲有事求人, 虽是心里难受, 但只当是没听见, 从椅子上起身, 走到厅门口往外看。 就这么立了一刻钟, 听豆豉又说了不少酸话出来, 便见着大步从夜色中走进来了两位伯父, 连忙迎上去, 大伯, 二伯, 怎么样了? 进去说, 卢荣远和卢荣和的脸色都不大好看, 招式见他们进屋, 忙让下人去端茶来, 两人坐下后却没人开口, 只是一个个的脸上都写着为难。 遗欲就站在两人的跟前, 男演急切地问道, 有什么话你们只需明白地同我说, 我都能受的, 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卢荣和面带歉意道, 这事情还真不好说, 我和你大伯跑了一个下午, 人都找遍类, 也没打听到什么详细, 直到是智儿被刑部关押了下来, 好像是同一宗命案有关。 命案? 豆豉失声尖叫, 一语沉了沉气, 又问道, 那能见着人吗? 他大哥为人谨慎, 什么事都安排得妥妥当的, 也就是被韩丽暗算过一回, 其他时候就是身处险境, 也全是在他预谋之中。 但今天这事儿却有蹊跷, 他实在是想不到, 卢智是有什么必要 让自己同命案扯上关系, 叫他心中引有所感, 这次的事情, 恐怕亦是在他的意料之外吧, 是真的不妙了。 卢荣远摇摇头, 叹道, 唉, 这死的不知道是个什么人物, 刑部现在戒备森严, 除了远安相关的人士, 半个外人都进不去, 刑部大牢亦是如此, 小玉, 眼下看着, 只有等等看了。 一语心头一紧, 当之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 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 若是迟一些见到卢智, 定是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当即脱口问道,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这样的事还有什么法子? 斗士不满道, 没见你大伯二伯都跑了一个下午, 连饭都没吃吗? 怎么这孩子这么不懂事? 要是你大哥没做坏事, 旁人自然不会冤枉他, 急什么, 等着吧。 卢戎瞪了他一眼, 扭头安抚一遇的, 别担心, 大伯和二伯都拖了人在打听, 刑部新任的尚书高志贤, 是个明白人, 不会冤枉了智儿了, 更何况, 这事情还没查清呢, 指不定智儿, 只是被叫去问话, 上次不是也是一场虚惊吗? 那人捡了你大哥的学生牌子, 差点被当成突厥奸细时了, 你一天没吃饭了吧, 咱们先去吃点东西, 等上一晚再说可好。 是啊,笑月, 别太担心了, 许不是什么大事儿了。 卢戎远一边应声, 一边对赵氏摆手, 让他叫下人准备晚膳, 斗士起身去给卢戎和锤尖, 卢淑晴则是抬头冲一遇, 撇了抹怪笑, 又继续低头看书。 一跃环扫了一圈屋内的几人, 心中的不安逐渐扩大, 他强扯了下嘴角, 道, 你们先吃吧, 我上城府去一趟。 说完便不等他们留人, 连披风都没拿, 便快步离开了前厅, 走到前院的时候, 甚至跑了起来。 卢中只死了, 卢耀不见踪影, 卢家人靠不住, 卢氏和卢俊不在身边, 卢智一出事儿, 他才惊恐地发现, 自己竟然是这么无力, 这么没用。 这种感觉就像是一只张着大嘴的怪兽, 一点点吞噬着他的神经, 他知道, 卢智一定出事儿了, 可是他也知道, 眼下靠谁都没有用, 他们可以安心地吃饭, 可是他吃不下, 他现在就要见卢智, 不管用什么方法。 傍晚, 已欲跑出了怀国公府, 坐上等候在外的马车, 交代车夫快马往城府去后, 才掀起了车帘, 看见街角另一辆马车, 缓缓地跟上, 才定下了心。 李太派人跟了他四五日了, 就连回龙泉镇都不例外, 可是, 自魁星楼那晚之后, 他却再也没见过李太本人, 眼下卢智出了事儿, 且是半点音讯都无, 若是逼不得已, 恐怕他是会去魏王府求人的吧。 就在一月赶往城府的时候, 那边已经有人求上了魏王府, 东方又自孙女早上被刑部带走后, 便四处开始活动, 可是同卢荣远、卢荣河一般, 爱着上头皇上钦发的近年赵文, 直到是牵扯进了命案, 却连死的是谁都不知道。 不过, 他身为国子监祭酒, 到底比卢家兄弟在京中人脉广, 到了下午, 总算是打听到了一些内幕。 一听说死的人是长孙焕, 心知这长孙家次子 是长孙无忌心头肉的东方又, 便再也坐不住了。 在进宫面圣被挡在宫门外无果后, 这老人便拉下了面子, 晚饭也没吃, 就亲自登门去到魏王府, 怎知却败了个空门。 而身边的书房整理着东西, 便听从外面跑进来的总管回禀, 若是有外人见了, 一定是大呼惊奇。 这魏王府的总管竟还要对个管事低头作小。 东方大人似是有钥匙要寻咱们王爷, 不过主子眼下不在长安, 咱们也没办法不是, 小的就把他请走了。 不过他在前厅写了封信留下, 要咱们务必尽快送到主子手上。 阿生将两本书挪在了书架上, 转身接过了东方又留下的那封信, 也没多想便拆开来看, 上唐的墨迹还有些潮湿, 寥寥的几句话却透出了写信人的心急。 阿生一幕两行地看罢, 脸上竟不露半点惊讶, 白手叫那管家退下, 还不忘吩咐呢, 再有人来找, 不论是谁, 你只需如实相告, 到咱们主子前天动身去了洛阳, 贵妻未定。 是。 总管退出去后, 阿生转手就将那封信 在竹台上点燃, 烧成了一团灰。 长孙焕被杀的事, 他中午便接到了消息, 却比这涉案的两家子更了解情况。 东方明珠和卢智 被刑部当疑犯抓了起来。 当时听到消息, 他可谓是吃惊不已, 不过, 冷静下来后, 却觉察到了猫腻。